电视拌饭的盛世时期 莫过于香港七八十年代的黄金热潮 古雨有云 开门七件事 柴 米 油 盐 浆 粗 茶 那我想第八件事应该是 开电视追剧 几乎所有人每晚围着饭桌 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剧集 就连当时的广告也都相当精彩 有看头 情况好比时下都市人 废宅忘餐躲在家里看剧 有得废 唯一不同的可能是 一家人中落落 还是一个人独落落呢 不管是豪门家族剧 刑征原意剧 职业剧 武俠剧 娱乐性都极高 提到快意江湖的武俠剧 不得不提香港三大武俠小说家 金庸 古龙 梁雨生 三位不下的武俠角色 偎偎深入闻心 郭靖与黄庸 杨过与小龙女 小鱼儿与花无缺 楚留香 李沉欢 陆小讽 练艺常与卓一行 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得出 以上的角色是来自哪个作家的 哪部著作啦 七十年代 整个香港自安不戒 黑白两道横行霸道 武俠小说就成为了市民的精神食粮 影视界各大片商分分爭拍古龙小说 陆续将他的武俠小说作品 改变成电影和电视剧 《圣极一时》 以著名导演楚源 原名将宝剑为例 他一共拍摄了十八部古龙的作品 包括改编至武林外史的孔雀王朝 《白玉老虎》 《多情剑客无情剑》 《三少爷的剑》等 一幕幕经典决斗场面 仍然流传至今 其后当年饰演三少爷 謝晓峰的《二冬星》 亦都在2016年重新执到《三少爷的剑》 根据资料记载 《小李飞刀》 《楚留香》 《鹿小讽》 《绝代双叫》 这四部经典作品被改编的次数最多 其次是《萧十一郎》 《流星蝴蝶剑》 《圆月湾刀》 《三少爷的剑》 要嫁于英雄大合的角色 请来的卡士 亦具备十足的份量 每每制作 《镇庸鼎城》 《迪龙》 《易东星》 《复星》 《灵魂》 《余安安》 《姜大伟》 《曼子梁》 《刘德华》 《张曼玉》等等 粒粒都是当红巨星 《古龙》的小说 除了令到电影电视入屋之外 劇集主题曲 亦都掀起了一番热浪风潮 以下的歌曲 好,你们又认得哪一首呢? 《诗篇》 《山曼》 《诗篇》 《刘德华》 《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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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豪煙 莫臨應自尊 誓要去 入刀山 奉起座和千華 心靠熱愛 千山河獨行不必相送 啊 奉山去地 欲去有何憾 為之心 犧牲有何憾 萬般得失 萬般愛護 盡在江湖了斷 奉安自生世過 明天 去我一圈 畢竟昔日影視圈的光芒已不復在 觀眾看理了本地電視台那些千篇一律的劇 加上創作資源短缺 失去了原本的優勢 在網絡資訊爆炸的時代 那些人都會想看中西日韓任君選擇 現在仍然會看港劇的人究竟還有多少個呢 喂喂喂 不過又無需要那麼惆悵 為甚麼 因為三少爺即將再現江湖 今年十一月 進念二十面體將古龍的三少爺的劍 改變成音樂劇場搬上舞台 江湖上的恩怨情愁會是怎樣呈現在觀眾眼前呢 請密切留意進念二十面體 說了那麼久 不如讓大家看看宣傳片吧 滿票由即日開始可以在進念售票平台 或者城市售票網購買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CLSS我們 我們會不時製作新的影片給大家看 下次見